傳說小知識 今天要分享法師跑線的基本觀念 中路不管去哪都是距離最近的 只要前期清線夠快的法師 就能拿到兵線先手拳 一清完線就跑去邊線打架 能讓邊線突然形成多打掃的壓力 不只是去邊線也可以去野區做事情 對面壓力超巨大 跑線講的很簡單 最困難的是回線 安全的回到中路 半路突然殺出陳咬金 不小心送頭 你就會把優勢全部送回去 所以中路玩家一定要時時刻刻觀察小地圖 不確定河道是否安全的話 就繞一下回中路吧 避免晚七天回家 哈囉 早安你好 我是優格 今天要玩伊格 這隻角色是閃電狼的教練 推薦T0的法師之一 另外一隻是令月 那伊格他強的地方在於前中後期都非常厲害 在前期只要被我二技能鎖定到的英雄 我一技能是可以零能量消耗 一直丟到爽為止的喔 那在後期呢 伊格強的地方在於他的大招 一個大招可以把對手後排丟掉 大概七成血左右 沒什麼大問題 我才兩等這瓜克就幹大事啊 把這個洛克拉過來 那這邊二選一嘛 颯枷跟洛克怎麼選 肯定選洛克 因為他腳底下還帶著紅buff呢 剛好看到魔龍路 我們家的艾琳打出對面的艾琳 他殘血我也殘血 可是我二技能失誤了 還沒有到艾琳的距離就先按 變成那個二技能丟到小兵 那我就在猜 對面艾琳可能會貪 畢竟三隻兵他都沒吃到 還想貪 我們在這個草叢側邊把它丟死 喔 差一點被蘇G到 哇 對面是三射手來著啊 艾琳蘇 還有他們凱撒路走一隻亥雅 這麼特別喔 那我們一樣繼續來跑線 看到對面的颯枷 其實這版本法師跑線我覺得太重要了 常常你們有在玩凱撒路 或者是魔龍路的射手 你們應該很懂很能理解 為什麼總是對面的法師一直跑過來亂 中路前期喔 最基本的就是跑線了 但是跑線有很多種情況 今天一次也講不完 那這邊跑來魔龍路 看到對面的艾琳 這個艾琳喔 好痛 他那個大招 好痛 要不是我們家艾琳即時衝過來 不然 我應該是會被艾琳殺掉 那中路有凱撒先鋒 老實講啦 我玩中路的時候 蠻討厭凱撒先鋒的 因為他特別硬 很難清 玩一格的話 我還蠻討厭遇到像莉莉安 或者是拉茲這種 有暈眩的角色都蠻怕的 因為我一技能再丟的過程 只要被暈到 我一技能就進入冷卻了 好像兩秒的冷卻吧 還多少 我忘記了 那剛剛對面的打野被我丟纏 我就在猜他不會回家的 肯定來貪他的野去 這跟我們前期 上路那個艾琳一樣啊 殘血不回家 還想要貪 其實我佑哥也滿場會這樣 就想說對手應該不會來吧 對手不會這麼聰明吧 對手沒那麼強吧 沒有 對手就是這麼強 我自己也常常遇到這個問題 就是自己貪啊 人性本貪啊 這夸克 他在清我的兵線 我眼裡只有兵線 沒有那個薩家 不是殺不起薩家 而是這個炮車更有性價比 炮車一台110塊 相等於半顆人頭的錢 對 那再來中路 素清兵 清兵清兵 我有注意到 我們家洛倫非常的可憐 他在下路遇到亥牙比較難打 那這場比較少去下路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 伊格沒那麼好處理亥牙 因為我丟不好的話 他有可能 直接大招轉上來 我就完了 畢竟我沒有位移技能 那這邊逮到你囉 他在拆我們家的塔 洛倫其實也滿可憐的 遇到比較沒那麼正統的凱撒路角色 雖然我們都會講 中路前期跑線很重要 但我們都會希望 我們跑線能做到事情 並不是逛街 那有時候跑過去 什麼事情都沒做到 連消耗都沒做到 你就覺得我跑過來幹嘛 就有點浪費時間 那有時候跑線你跑太久 你中兵才有可能會被打野清掉 或者是 會掉兵 反正狀況蠻多的啦 這情況 真的要講的話齁 我覺得我可以跟大家講一個小時 上課上一個小時的課 都完全沒問題 三個在塔下遇到一個亥牙 不急的丟亥牙 因為我在等亥牙轉大招 他只要轉大 我們二技能就剛好能斷到他的大 塔也拆掉了 剛好中路兵線也進到塔下 這邊稍微等一下 然後他們打野來了 丟爆他的頭 再接大招 很可惜 超級殘血 把這座塔給拆掉吧 在中期左右的法師更偏重於參團 來大招 一次丟到四個人 花克神吸 花克你的犧牲我相信是值得的 這個颯枷很殘 那亥牙直接轉上來 我最害怕的事情發生了 就只要我的二技能沒有留給亥牙的話 會讓亥牙秀起來 如果羅恩被兩個人圍毆 薩迦沒大 還有一個殘血的書 我就在猜 書會不會偷懶 在下面草叢回家 所以大招是丟下草 結果沒有 他只能來殺一下薩迦了 薩迦剛剛的大招已經開掉了 所以薩迦殺他沒什麼問題 他有點生氣 直接飆出了國罵 我懂他的生氣 我原本以為他要說 怎麼不是先去殺對面的書 結果他說 至少讓他先吃個泡車再死 不讓他吃泡車 就把他殺掉 其實啦 在殺他之前就已經先現賺一百多塊 對不對 為什麼會說現賺一百多塊 他少吃一台泡車欸 一百多塊啊 這不就等於我現賺了嗎 中路有兩隻軟皮角的大招一丟 哇 那個艾琳 那個艾琳超扯 本來滿血 被我丟一個大招 他剩下三成的血量 而且我現在才12等喔 沒有滿裝 這個大招 可以把艾琳丟殘 我在想 不行不行 不能有這種毒溜的講法 我本來要跟大家分享 四本綠書的一格 後來算了 不行不行 現在盯著夸克 他拉到誰 我們傷害跟著補上 就盯著夸克 他沒拉到就算了啦 現在就是盯著對面的後排 大招看到 直接丟 有了大招 一樣丟到艾琳 他又殘血了 又剩下三成的血量 一格根本是艾琳克星吧 一樣我們繼續盯著夸克 好 沒有拉到也沒關係 我們等凱薩先鋒 接著看到你對面洛克 失誤了 丟丟丟 現在超痛欸 然後大招盯著後面 剛剛被我丟殘的艾琳 丟 一個大招殺不死沒關係 我們有兩個大招可以丟 圖倫 兩千 然後把颯枷打死了嘛 他們剩下誰啊 駭牙 駭牙在手 我隊友超派 沒有兵線捏 直接殺進去 我不是很想進去啦 對面 倒了四個 剩下一隻蘇 喔全滅 全滅有凱薩 有辦法一波嗎 他們最早附我是洛克 兩秒 還有艾琳捏 我們這個血量 只有艾琳是滿血 呃要結束有點難 先把洛克給殺了吧 對面艾琳也復活了 大招先丟他一個殘血 嘿嘿 然後再把他丟死 又來了 對面 瘋狂下水角欸 一個一個一直復活出來 颯枷死了 又有亥雅 到底 我們怎麼覺得打不完 一直復活出來 亥雅轉出來 用二技能 沒斷到 因為他開清醒 那 又有了誰復活出來了 喔 他們蘇幹復活 我不想要再這樣 好累喔 對面一個一個一直出來 不過也蠻好玩的啦 一個就分享給大家了 我是洛克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